走去基隆一日游 看旺幽谷 吃小笼包 夏天到了 很多人都很喜欢到海边走走 山里面也很不错 很凉快 这里有山有水 真好 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基隆的旺幽谷 是叫做旺幽谷 它是看着幽静的山谷 可以忘了繁幽 忘记忧愁的山谷 后来人改为旺幽谷 其实幽静让人没忧愁 在旺幽谷这里 可以看到远远的基隆雨 矗立在那里 还可以在这里欣赏到 好多的蝴蝶 还有很多的生态环境 这里真的非常的好 是很棒的一个 休闲活动的地方 很适合一家人到这里来亲自活动 其实基隆不是想象中那么的远 它其实只要在台北市政府转运站这里 搭乘1579 直接来到基隆的海科馆下车 再从旁边的山路这里走进来 非常棒的一个登山步道 并不是非常陡峭哦 来到这里之后就可以看到海了 海这边呢 你也可以看到旁边的朝径公园 我们今天不去朝径公园 我们要在这里忘忧一下 然后闺蜜呢 要带我们去一家 号称鼎泰风师傅 出来开的小笼包店 哇 据说呢 生意非常的棒哦 让人家想了就流口水 有没有口水之流呢 等等 就跟我们一起去享用看看哦 在这个山谷中呢 还是可以看到海 还有渔船哦 非常的棒对不对 当然当然 还有很多人是在这边钓鱼 如果你也喜欢 你也可以来 但是要小心安全哦 感觉他们非常厉害 就站在这么高的地方钓鱼 不知道他们的收获怎么样 还是只是在欣赏海呢 从旺幽谷的另外一个登山口出来 就会接到这样的马路了 很小 走过来之后呢 感觉就是一个渔村 有好多的渔船 这些渔船呢 据说是在补小卷的 从这边出来之后 就接基隆的北宁路 我们现在的渔船 我们现在就要到越城上海 废话咯 先帮大家吃起来 相逢自私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 我们下来的渔船 就是我来的渔船 好吗 我们下来的渔船